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朗朗上口和押韵之外 还有很多只要细细琢磨就能理解的道理 因此深受人们群众喜爱 那么农村俗语之中 所谓尘不吐口水 武不谢心 晚不流汗 到底有没有道理 关于这句话 我们可以从三个时间段 需要注意的三个行为 来主意分析前人为何要这样说 按照前人的话去做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 又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句老话简单来说 就是早上不能吐口水 这是因为人在休息一晚上以后 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这个时候嘴里的口水 其实是很少的 在一晚上都没有 补水的情况下 还要将自己体内 为数不多的水分吐出去 显然是不对的 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眼中 这个时候的口水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称呼 金叶 主要也是形容此时口水的珍贵 联想一下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就会发现 很多时候早上起床 绝对不想吃干涩的食物 必须要有牛奶 豆浆或水润润喉咙才行 否则根本吃不下去 此外 其实中医之中也提到了 沉不吐口水 主要目的就是让身体 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不要轻易地主动 损伤自己的身体 口香专家指出 口香所富含的口水 和消炎杀菌的抗体 除了80%以上是水分之外 同时还含有消化酶 唾液酶 蛋白质 葡萄糖以及脂肪 口水通过新陈代谢 激素水平的运转功能 还有利于肠胃的主动 运转活力和肝脏的排毒性能 将肠道当中的粪便 和垃圾毒素以及油脂 达到一定的过滤和软化功能 帮助人们缓解便秘 当然 即便依旧有人对这句话不太认同 相信一定会遵循这句话的道理 毕竟绝大多数人早上起床的时候 都会觉得口干舌燥 根本没有谁会吐口水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是喜欢抽烟的朋友 早上不仅不要吐口水 也不要起床就点按一根烟 水之珍贵 就在于保存自己的体内 这个时候点一支香烟 就像将这一支 为数不多的水分消耗殆尽 是不可取的 因此 无论如何 也应该注意节制 最好在身体逐渐恢复之后 也不迟 二 五不谢经 这和沉不吐口水 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每天中午都是阳气最深的时候 人的身体经过一上午的 工作和学习 必须要得到一定的休息才行 可如果在这个时候 还要去做男女之事 就是对身体进一步的损害 如果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用不了多久 身体自然就会垮掉 更重要的是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 大白天做这样的事情 也是不合时宜的 达湾贵人们 在这个时间段 做这样的事情 注定会被人一伦纷纷 皇宫贵族们 做这样的事情 也注定会让人民 和大臣们心生不满 如果都是平民百姓的话 那就更不得了了 田间的劳作尚未完成 就已经想着贪图享乐 别人会让同乡的人看不起 而就中医的角度来看 其实也同样不建议 在这个时间段 做这样的事情 中医讲究阴阳交替 胜衰相依 中午阳击中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五行都属火 如果在这个时候纵欲 对于双方的身体 伤害都远超人们想象 因此 某些事情最好还是等待夜晚降临 再去思考也不迟 临床中医专家和医护人员提醒 在午睡的时间段同房 很容易导致肾经出现疏泻 或者肾脏过滤水平受到抑制 大量的血液供应不足 从而诱发肾脏 出现病理性疾病 诱发心阳和阳气的大量消耗 给机体增加患病的临床风险 三 晚不流汗 那么晚上不流汗水 又该做何解释呢 简单来说 就是晚上不能做距离的运动 流太多的汗水 尤其是一些昼夜温差 比较大的地方 大量汗水流逝以后 必然会让整个人的身体温度 发生不稳定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身体免疫能力下降 感染风寒 或者各种疾病的概率 自然就会增加 古人讲究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人体必须要遵循这种规律 才能获得健康 晚上是身体进入休息状态 补充能量的时刻 身体在晚上睡眠过程中 会进行自我修复 大脑神经元以及神经地质 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 才能获取营养物质 维持各项器官的正常运行 如果晚上睡觉时出现大汗淋漓的情况 可能说明身体存在病理性变化 汗液流出过多就会导致身体乏力 加重对肾脏的损伤 夜晚也是各个器官排毒的时间段 身体代谢率会处于缓慢状态 如果大量流汗 说明身体存在肾虚或者体虚的状况 所以晚上不建议大家剧烈运动 应该顺应自然规律 达到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状态 保证良好的睡眠治疗 现代社会之中 相信不少人都有夜跑的习惯 这其实是不太健康的 李先生是IT行业的白领 因为长期熬夜加班 健康需好了不少 到了45岁之后 他总觉得自己老得很快 在朋友的带领下 每天晚上开始夜跑 这一跑就是坚持了一年多 李先生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是每天五公里 据他朋友说 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运动量 只要坚持跑 对身体就有好处 为此他就算工作很忙 也会抽出时间来夜跑 希望让自己更健康一些 但是跟着跑了一年多 李先生发现 怎么自己越跑 越觉得累 而且时不时的 还觉得腿脚不舒服 看着一些跑步的朋友们 都神采奕奕 他有些受挫 难道只有自己会这样吗 对此 中医师小强解释道 夜晚运动过于耗阳气 其实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 皇帝内经曾经记载过 清静则肉臭必聚 虽有大风割毒 浮之能害 意思是 人在平静的状态下 皮肤的纹里闭合 即使大风吹来 也无法侵害身体 但人在跑步时 血液纷纷流向四肢 使其温度升高 凑里受热后张开 这时吹风 外部的风邪寒险 会轻易钻进 可能会埋下疾病的隐患 所以40岁以上的人 最好不要进行夜跑锻炼 可以将夜跑改为 夜前快走等运动方式 那么中年人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如何保养身体 1.控制体重 根据现代临床研究数据统计 肥胖是造成临床上高发性的 内分泌性疾病和代谢疾病 以及万病患病之根源 根据体内的基础代谢率和体重 从而摄入水溶性膳食纤维 例如秋葵 燕麦 摩浴等 和维生素B12 例如猪肉 羊肉 牛肉 鸡肉 水生鱼等 以及溶脂性的纤维素抗氧化剂 例如火龙果 海带 玉米等 来促进肠胃的乳动活力 和肾脏的排毒性能 预防高发性的慢性疾病 和心脑 血管疾病 控制好体重和基础代谢率 是中年人养生当中 不可忽视的主要环节 耳朵 酵 酵是维护健康 生命体征的因素指标 酵也是人体器官和代谢 激素水平活力的激活剂 促进体内唾液线和消化液的分泌 有利于维护消化道和内分泌道 及代谢系统的分泌 运转活性 三 合理的饮食 健康的饮食状态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和骨质疏松 以及牙齿疾病的首要预防措施 同时还能帮助自身完成 消化系统的代转活力 补充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质 和多种氨基酸营养水平 四 按时睡觉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 一定要按时睡觉 长时间熬夜会影响到身体的正常运转 影响各个器官的修复 导致体内阳气流失 最好在十一点之前 进入带深度睡眠状态 才有利于维持体内营养平衡 五 按时体健 上来定年纪之后 除了在生活中保养自己 一定要按时体健 早一些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及时做出条例 做到防患与为然 同时降低患病几率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在这里 我愿意 你永远 为什么 多看 我愿意 不需要 我愿意